所以我今天早上说 我们赢了资金丽的支持领导 以资金丽的第一场演讲 以好消息作为开场 马上引起支持者兴奋尖叫 现场气氛相比于 拜登的造势活动充满活力 我祝你 我会在这一周 继续聚集团 在演讲中 她列出了她的重点政策 包括处理儿童贫困问题 枪支问题 以及关键的女性生育自主权 我们想要在一个国家 自由 和法律 或是一个国家 恐怖和恨 贺锦丽在演讲中 也猛攻敌对川普阵营 贺锦丽是前检察官 而川普则是被法院定罪的人 凸显两边法治记录的优烈 I took on perpetrators of all kinds predators who abused women fraudsters who ripped off consumers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in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's type 至于民主党参纵两院的领袖 舒默和杰弗瑞斯 在拜登退选后 都没有表态是否为贺锦丽背书 不过他们两人在23日出面表示 贺锦丽表明过 想要透过自己的实力 赢得党代表的支持 而如今他已经确保超过半数支持下 两人终于松口为他背书 而家教州长纽森 原本被认为是贺锦丽可能的副手人选 但有法律专家表示 根据宪法规定 如果政府总统来自同一个州 则该州的选举人票就不能列入计算 因此纽森基本上 可以被排除在贺锦丽的副手之外 欢迎新闻发言之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